第二个要跟各位分享 叫做批命的技巧 其实在批命里面 我说过 批命里面 有分为学科跟理科 你们在学的批命技术 他只是学科 还有数科 对不对 一个是学理 你以为你用着学理 你有办法把所有人都 唬的一刃一刃的吗 当然不可 我老实的跟各位讲 你不要以为你学了八字 你学理丰富 你就有办法 把人唬的一刃一刃的 有的时候 你还被那些不懂八字的人 妈的洗脸都有可能 所以 这就是人性 所以我们要学会一些数科的东西 数科就是要来帮助你 在批命的这个过程里面 在批命的这个过程里面 能够顺遂 而且 可以保护你自己 你要知道 可以保护自己 首先 我们在批命的时候 请你记得 当你在批命的时候 有些人会问 我的亲属关系 你要记得 在批亲属关系 各位 批亲属关系 各位 切记 不要说 不要说死 天象 你好 死这个东西 是批命里面很大的忌讳 你不要一看到他破财 就直接跟人家讲说 你这会克夫 你这个会克妻 死老婆 各位 对于这一个当事人 他四周的人 绝对不能够说到这一个 了不了解 你不能够用死来开头 有些人 他为了证明他很厉害 他很喜欢把这种东西挂 就是说讲出来 你这个八字会死什么 这个八字会克什么 各位 让你猜对了 或许人家会觉得你很厉害 但是一直把死挂在嘴边 人家都会了 觉得被你批命了 他妈有够衰的 乌鸦嘴 我们在批亲属关系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这一部分不好 各位 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批论 我们就用 相处容易争执 你就用这样子简单的一句话 相处容易起争执 比较圆薄一点 圆薄一点 这样子带过就好 这样子带过 各位 绝对不要说死 你假如说死的话 甚至有些人 会问他可以活到什么时候 这些都不要说 否则很容易会造成的 当事人内心的一个疙瘩 所以我们在批命的时候 没有死字 我确实有碰过 当我碰到的时候 例如像有几次 我在帮人批的时候 这是男生 男生来讲 他破关 他的关不好 关受伤 这一种情况 我们一般都会批说 他的工作运不好 但是 我曾经碰过两个 真的就是死孩子 真的就是孩子死掉 在这时候 他跟你讲说他孩子死掉 各位 请你记得补一脚就好了 补一脚 因为我们在说 你这可能跟孩子 就比较没有不顺 相处容易起争执 比较原薄 他就说他孩子死掉 这时候 我们之前有教过你 就补他一脚就好了 最严重会这样 了不了解 最严重会这样 他不会说你错 因为本来你所讲的话就是 已经有难夸到死了 就是 相处不易 原薄 缘分很薄 没有人跟你讲说 原薄到底是什么意思 了不了解 原薄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各位 你就要知道说 你就要用这种方式 去跟人家讲 这一种是一种模拟两可的讲法 打迷胡杂 了不了解 他妈吴尾熊活到251岁 那有够可怜的 下面的鸟鸟 对不对 可能50岁就无法 对不对 雄壮威武了 你这样子还要200年的 不能够起碑 这个太太太太可怜了 所以各位 我们要帮吴尾熊 跟他讲 他很可怜 了不了解 所以各位 你批亲属的时候 用这一种打迷胡杖的方式 带过去 或者是 寿源 了不了解 人家问你 他可以活到什么时候 这些都不用批 只要有人要问你说 他可以活到几岁 你就跟他讲说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所以相同八字 不同命 有的人很早就拜拜了 有些人活得很晚 活得很久 所以这个不是八字上 他可以帮你算 可以帮你算的 不要去批 所谓的生死的这种东西 所以当遇到了 就用这种方式 带过 第二种 我们在批命的时候 各位 在批命的时候 你要记得 我们在讲一件事 他现在破财 这种情况 你不要刚开始就用最严重的跟他讲 就像 吴伟雄 这样子他破财 就跟他讲说 你这个会死奥 妈 吴伟雄一听到 他不跟你翻脸 才有鬼 在批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怎么批 由轻 由轻自重 由轻微的去批到 严重的 就是 我今天看到他破财 那破财 我们知道 破财他有分 破财跟另外一半相处不好 有些人只是冷战而已 那有些人会怎样 离婚 那个就是很严重的 所以你在批的时候 由轻微的开始批 就是说你破财 你要特别注意 跟另外一半的相处 很容易会起争执冷战 严重的话 很有可能会闹到分手 各位 在帮人家分析这一个不好的时候 请你用我刚刚的说法 由轻微的逐步的讲到重 对方他可能只是验证在轻的 他说没有 我就跟我老婆就最近比较没话讲 你就跟他讲 后面自己注意一下 严重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各位 这变成是一种提醒 他假如可以说 老师对 我跟我老婆已经吵到 快要离婚了 对不对 你批的 当然他会觉得你对 所以各位 各位我们在批的时候 由轻至重 而不是直接拿了一个最严重的出来 你那个简直 就是在恐吓人而已 我说过 我们是在批命 不是当个恐怖分子 各位 你们要记得这一件事 我们是在批命 不是当恐怖分子 所以 我们是在跟人家讲说 你的运程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各位你要记得 你要记得这一句话 并不是 妈的 都把最差的讲到最前面 总觉得 你就是超级深算 铁口直断 各位 妈的你不要被人家翻桌就好 了不了解 你要记得 客人是有脾气的 了不了解 客人是有脾气的 不是你说什么 他就一定听你 所以在批命的这一个过程里面 这一个一定你要注意 了不了解 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注意 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在批八字的时候 有的时候 客人会跟你说 没有这一回事 你批出来 结果客人跟你说 没有这种情况 很多人一听到这个 就整个 完蛋了 身为一个命理师一听到这个 看妈的 我批命完全不准 就整个傻眼 但是各位 你要记得一件事 有的时候是客人记错的 有的时候是客人故意不跟你讲 所以你要知道 客人不见得什么事都会跟你讲 虽然他花钱请你帮他批命 但是他不见得什么都会讲 下一次我再批命 我在批的这个过程里面 这个是一个老板 他的财心由三颗变成一颗 我们可以知道说 他的财运一定很糟糕 我就跟他说 你进入这个运了以后 你的业绩应该衰退一半 他说超过一半以上 我说没有办法 因为 三个财 现在只剩下一个财而已 他就跟我讲 老师 我的婚姻 我就跟他讲说 你要特别注意 在这个运很容易会碰到离婚的这种项 结果这个当事人就马上跟我讲 老师没有 我没有到离婚 我没有到离婚 我只是跟我老婆分房税 这样子而已 是不是客人跟你说 没有这一回事 这时候你该怎么办 各位 首先你要先知道 你先看看你自己是否批错 你要先看 自己是不是批错 批错了当然不用讲 但我是很确定 我一定批对 我在批对的情况下 客人跟我讲这一种情况 我就跟他讲说 八字的学理上是有这种情况 你要注意一下 我就没有再跟客人再去争执 结果客人他就回去了 过没几天他就传line给我 他说老师我已经离婚很久了 我什么时候会有第二春 我当下就笑一笑 我当下就笑一笑 各位 他并没有老实跟我讲 你要不要解 他并没有老实 而是事后才这样子 所以你在批命的当下 也有可能会遇到这一种情况 我在批命的时候 我也曾经遇过 我们在批命这个 跟这个客人讲 你这个运势 从哪一年开始 你就开始赔钱 结果客人跟我讲 老实我没有 我那时候还赚钱 他非常的肯定 各位 这时候客人很肯定 他就是说他是赚钱 在这一种情况下 我也是跟他讲说 在八字的学理上 这一年应该是要赔钱 结果他就跟我讲一句 他说 老实 可是我开业三年都是赚钱 我开业前三年都赚钱 他就在那边算 当一算的时候他就说老实不好意思 真的从那一年开始赔钱 这一种的就是客人记错 各位 这一种的是客人记错 所以你会遇到 不跟你老实讲的 还有客人记错的 所以你在批命正确的情况下 他依旧跟你说没有这一回事 这时候 然后你不用跟他去争执 而是跟他讲说八字上有这种情况 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样子带过就行 了不了解 这样子带过就行 所以这个就是在批命里面 你要记得 你跟客人吵架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了不了解 我会想要骂客人 是因为妈 我不想要这个客人 了不了解 那就表示他的一个观念 应该都是乱七八糟的 所以我才不想要理这个客人 叫他从此以后不要来找我 否则 一个正常的客人 你跟他吵架 只有反效果 像我有一个客人 他是一对夫妻 他每年都会来找我批 流年流月 他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 批完了他很开心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老师 你是我第二个找的命理师 我就跟他讲说 你有找过命理师 那为什么还要再找我 他就说 第一个命理师 批完命了以后 就问他做什么行业 结果他们做的就是 那一种所谓的饮餐饮业 要杀东西 要杀这一些食材 所以 这个命理师 他就把他的观念 灌输到这对夫妻上 你这样子杀生 这样子对你们会不好 那可是他就说 我就是做这行业的 那我要怎么办 你就不要做这行业了 这个只是造杀业 他就说我没有办法 结果 命理师就跟他讲 你看 你看 你的八字就是这个样子 跟你讲了还不听 各位 这种情况 你去跟客人争执 有用吗 更何况 他就是做这行业的 你要叫他怎么办 所以他来找我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这一件事 我就笑一笑 我就说 你做什么行业无所谓 你就知道你的运程怎么走 怎么走 该怎么去掌握 这样就好 各位 作为一个命理师 绝对不要把你的观念强压在客人身上 了不了解 他应该怎么样 就怎么样 这样就好了 不要 这个是杀生业 你不能做 不然你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 人家就是做这行业的 不然你要怎样 这个就是命理师 把他自己的观念强压到客人身上 这个也是我们很容易会犯的一个错误 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 身为一个命理师 这一个观念很重要 不参与 别人的生命旅程 也就是说 你只是怎样 你只是分析他的运势 然后仅供他参考 他自己要怎么做 他自己决定 你要不要解 你顶多就是这样 像有一次 我常常举这个例子 我的客人 他很相信我 就把他弟弟带来找我 他弟弟就是要问说他能不能创业 我看了他的八字 以后我就要讲 你这个不太适合创业 因为你的财运确实很烂 我不太建议你去创业 可是这个弟弟 他就是在工作上没有碰过挫折 也就是说都做得很好 他就觉得在公司里面 我是老板之下 老板能够要处理的事 我都处理的很好 所以照道来讲 我应该有办法经商 我应该有办法自己独自创业 所以 我跟他讲完了以后 我就跟他建议说 真的以你的一个八字来讲 我是不太建议你创业 第二次 他买了房子 叫我过去 帮他看宅 看了一下以后 他又问了这一件事 我还是跟他讲 以你的八字 真的 我不要创业 对你来讲 没有 帮助 可是各位 康丸宅回去以后 还是要创业 那创业了 就创业了嘛 那怎么办 对不对 我也不能够骂他 就这件事就过去了 过去了以后 去年他姐姐 有问题来找我 然后我们 他姐姐就突然讲到了这件事 他说 老师 我弟弟的公司关了 我就 认了一下 他关了应该还蛮正常的 他说对 因为老师你已经跟他讲 不止一次他不能创业 结果他还是硬着头皮去创业 到最后 白忙了三年 各位 我们身为命理师 我们时常碰到这种情况 我们只是一个命运的角度的分析者 我们 提供的是你的运势怎么发展 接下来就看你自己如何做决定 这个决定是你自己做的 我不负责帮你 做决定 所以这一件事 各位 我已经说了 你不能创业 但是他硬要去 我也无所谓 那另外一个 也是一样 三年前来找我的客人 他来找我的时候 他是老板 那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 因为你八字没有财 你用食伤 当财的情况 你的食伤又受伤 而且这会一直延续到28年以后 才会正常 所以 我希望你可以把公司卖掉 就老老实实的工作就好 因为你的食伤一直受伤 然后官运很好 所以我这样子跟他讲 当然决定权 在他身上 隔年他来找我了 他就说老师我把工厂卖了 他现在在工作 我就 当时候我就笑一笑而已 我没有讲什么 就照样帮他批 然后他今年又来找我 他来找我 我就帮他批完了 以后我们就在那边聊天 我就问他 我说 你会不会为你三年前做的这个决定 你觉得后悔 他就笑一笑 他就笑一笑 他说我假如还在坚持著自己 要当老板 大陆封控成这样子 我看我现在 也应该到处去追钱 而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 最起码我还有工作 我还有薪水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他自己所做的决定 我们只是一个提供建议的人而已 所以你就算批正确 他不见得要接受 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 我刚刚讲的这个 你要记得客人不见得会接受 你所讲的建议 明明你就批得很准 但是他不见得会听你的 毕竟有运跟没有运的时候 他会听的人不太一样 所以你只是提供他分析 然后看他自己该怎么做 你不用客运 就很像一些在卖保险的业务 这保险很好 你一定要买 你就没有什么意愿 然后你就是说不用 现在没有需求 你不买 以后你死了 怎么家人怎么办 你就很火大 他妈你诅咒我死 是不是 就把他赶出去了 但各位 这个就是什么 命理师也时常会这样 你为什么不照我方式走 怎样怎样怎样 你假如还有这一种的想法 你不用当命理师 为什么 你既然是命理师 你为什么要强求他一定要听你的话 没有 命运的道理 他有的时候跟他 他现在就在走衰运 本身他就很容易会往衰运的方向去 人家讲的 衰运的时候 人讲讲不听 整个讲哭哭走 他就听那一些很烂的人的建议 就让他完蛋了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很常见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 你可以救得了所有人 所以既然你救不了所有人 你在批命的时候就怎样 讲你该讲的 接下来就是让客人 自己去决定 了不了解 你不用帮客人决定 了不了解 就像吴伟雄会来问 老师 我有三个老婆 第四个老婆我到底要不要 老师掐指一算 吴伟雄 今年你 大约28岁 你下面顶多在称两 所以你在娶第四个老婆 我看你可能 还不到三十的时候 就养尾了 你要活到251岁 这样子一来的话 你还要还有200 对不对 221年 你是 小鸟鸟的状态 这样子对你不是很好 各位 是不是 我们把优缺点讲了给吴伟雄听 吴伟雄他就听了以后 对不对 你要看他有没有孕 他假如有孕 哎呀 老师讲的是 第四个老婆不要了 为我的幸福着想 他假如没有孕 他听了其他老师讲的 对不对 要娶第四个老婆 那很有可能 他就去娶了 30岁以后就 就养尾了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 221年的小鸟鸟生活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什么 要看他自己的选择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在批八字的一些技术 你只要掌握这些技术 你就会知道 真的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运要走 有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你能够救的 就是跟你比较有缘的这一些人 跟你无缘的 你批的再准 他也一样不会听 顶多是等事情发生了以后 他才来跟你讲 老师你算得好准 了不了解 那有用吗 事情都发生了 所以各位 批命的一些小技术 供各位参考